水下绝对是另外一个世界 连AK到了这儿也不再吃香了 弹丸翻滚挣扎几下之后 就如泄雷漆一般沉下去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蛙人都停留在了冷兵器时代 只能拿着小匕首跟人家肉搏 终于苏联人看不下去了 先是整出了一把发射特殊弹丸的 SPP-11水下手枪 然后在发现它只能近距离防身后 终于端出了一支APS水下突击步枪 它的弹丸长成这个样子 基本上就是把一根长 120毫米出5.66毫米的长针 插到一个正常的弹壳里面而已 发射它的武器呢 乍一看起来啊 除了那个长相奇葩的弹夹外 其余还好 都是正常步枪上该有的东西 不过当我们对准枪管 把眼睛处近点看的话 会发现啊 这里面是没有弹线的 射出去的长针靠着较小的截面 利用流体动力学效应 来保持笔直的弹道 在水深5米的地方 可以将30米以内的敌人给撂倒 但是到了40米深的地方 有效射程就下降到11米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 毕竟那儿的能电度嘛 你射程再远根本看不见 又有何意义呢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支枪到了水面上 还能有用吗